谁能想到 当年上映的一部低成文 造型老徒 排资若智的古装武侠剧 雪花女神龙 竟然能力压金庸的天龙八部 问定当年的收视冠军 然而在此之前 雪花女神龙在各大电视台眼中 都是烂片一样的存在 甚至一度无人愿意购买 最终还是导演降低价格 这才得以在广东台上映 没想到一经播出 便迅速引发观众热议 成功逆袭为年度收视黑马 要知道 雪花女神龙那是真正的出身贫寒 演员阵容里没有一个叫得响的明星 即使有孙耀威助阵 也是过期很久的偶像 最糟糕的是 该剧无名倒低成本 故事又极其俗套 无非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晚辈为父辈报仇等桥段 这样的烂剧 放在天龙八部这样的金庸剧面前 根本不可同日而鱼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 被所有人都不看好的魔幻剧 力压一众大剧 成为年度收视冠军 其实抛开剧情不谈 细看剧中的人物选角 可以说是相当出色 董璇饰演的上官燕 英姿萨爽 人狠话不多 上日之前咬头发的动作 让无数观众又爱又恨 乔振宇饰演的欧阳明日 虽然一直坐在轮椅上 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气质 一身金色外套 穿在他身上不落俗套 反而气质不凡 这个角色 更是让乔振宇成为当年的国民男神 一首同名主题曲 可谓是筷子人口 传遍大街小巷 而且剧中的特效 确实让人震撼 相比于现在的大制作 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也许是钱都花在了特效上 剧中的女主上官燕 就让一个刚出道的新人来演 但没想到的是 新人董璇 却把上官燕 演成了无数男孩的梦中情人 万万没想到 让无数观众心动的女神龙 在拍摄时 居然也会被自己尬住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 正是这样一个 让董璇都尴尬的动作 在当时却成为了 无数人心中的罪爱 不过剧组原定的上官燕人选 其实并非董璇 而是台湾第一美女肖强 但因为这部剧 在沙漠曲景拍摄 演续要控除很长的档期 并且给出的片酬 并没能满足肖强的经济公司 再加上张卫健 邀请肖强友情可串 齐天大圣孙悟空 两者相比之下 肖强的经济公司 果断选择了张卫健 一戏之下 雪花女神龙制片人决定 不选明星了 剧组来到电影学院 公开选拔 导演最为欣赏的 就是刚上大二的董璇 因为见他第一眼 就只有一个感觉 撒 偏偏这个字 贯穿了上官燕的一生 就这样 董璇糊里糊涂的 见了剧组 但是当时他并不会演戏 所以每天都在提心吊胆 害怕自己被替换掉 尤其是看到不苟言笑的导演 那种恐惧感就直线上升 相处时间长了才发现 导演是个很热心的大哥 会耐心的教董璇演戏 也会鼓励他要有信心 好在董璇颇具会跟 一点就通 而董璇也靠着这部剧 正是踏足演艺圈 上官燕更是成为 他演艺生涯中 最经典的造型 剧中的上官燕 身穿一起黑衣 人狠话不多 传说没人见过他的笑容 只因见过他的人 都已死在他 灵力无情的剑下 剧中除了 俘获无数少男的上官燕 乔振宇饰演的欧阳明日 同样俘获无数少女的放心 导演只是让他 演个瘸子 他却演成了 观众心中的一男瓶 二十年过去了 即使你不记得 这部剧的名字 但是看到这个 如白月光的美男子 一定会想起你的青春岁月 尤其是眉心间的一点红志 更是让他 稳坐天涯四美的宝座 但你绝对想不到 乔振宇一开始 其实是十分抗拒的 我们制片人 想希望我在上面点一个红点 我其实挺抗拒的 我一直在跟他理论 当时我没有理论过他 所以我就点了 好在导演没有被说服 这才让欧阳明日一决 取得成功 剧外乔振宇 没有抵抗过导演 剧中欧阳明日 也没有解决事非恩怨 最终选择用自己的生命来警醒 结束了这段 持续多年 循环往复的寻仇 欧阳明日的凋零 与当年的观众 好比是天上的星辰坠落 即使剧中的他 一直坐在轮椅上 但浑身散发出的贵族气质 却是怎么也挡不住的 清俊的面容 如画般的眉目 再加上额尖一点红 更是称得上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再加上欧阳明日 纵使身患重病 身世凄惨 却没有半点 自怨自爱的人生态度 着实吸引了一大批硬秘 剧中的他 一直为上官宴付出 最终却没能俘获女神芳心 在当时更是成为 无数观众心中的一男平 乔振宇凭借着 这部小制作武侠剧大火 接戏接到手软 然而比起乔振宇 剧中的男主 司马长风的扮演者 任天野 却没这么幸运了 因为不仅泡面头的造型 被观众吐槽太丑 就连剧中的CP 都差点被欧阳明日抢走 可以说是最没有存在感的男主了 任天野被骂的 至今都不敢再挑战古装角色 最后他另辟蹊径 化身特种兵 横扫各种军事剧 也算是一血前耻了 你最喜欢雪花女神龙中的哪个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